PASSIONTIMES.HK 论语歌,黄洋达,庄芷欣 和你唱谈世道人心,开启古惑人生 大家好,古惑人生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吗? 今天有我黄洋达越洋跨境直播 然后,studio那里有郭伦玉郭 大家好,大家好 当然有牛老牛师傅 大家好 还有Jacky 轻的 大家好 Jacky,又有名字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不舒服吗?Jacky? 不是,不是,不是 刚刚谈着了 少少谈着了 卡住了 卡住了 大家看不看到,听不听到 在秋空给一些反应 课金和课金巴又给一些反应 我们这个节目很简单 就是刮人生 就是人人有课金 好,还有就是 说一下 到底现在两边的声音是否平均 会不会一边比较小一点 又会不会我的声音 又是空洞 空洞又要调大一点 不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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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穿这么多衣服 什么穿这么多衣服 不热啊 不热啊 Jacky还穿外套 不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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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为了好看 有时候好看 马逝啊 姜濤也穿得多衣服 他不是觉得冰的 他觉得肥的 有时候大兄夏天穿西装 我经常夏天穿西装 有时候觉得好看 漂亮就穿了 我经常夏天穿西装 冬天穿短褲 经常都穿 经常都这样发生 喂 大家看看 两边的声音是否平衡 是否平衡 说一下话 挺好的 喂 今天说什么呢 今天呢 就想说一下 龙虎门 嗯 龙虎门 旧那套 还是现在新主啊 所有 不是 不是 我们说龙虎门这件事 这件事 有件事吗 是啊 不是 现在龙虎门搞得太糊涂了 那是 因为很难说的 因为以前 以前没有网络 很难比较 很难比较 现在龙虎门是否最坏的时间 所谓坏的意思是 我也不太明白 已经去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 因为你有网 我觉得 看的人主要是买来网络的 其实 我也没有看过一本书被人网络得这么厉害 奇奇有仇 人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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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研究 那些是 每天是三千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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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是啊 写完整的帖文就几千字 真的 因为 就由 八四年开始讲戏 现在是二三年 他每一次 他每一次 现在是星期五出 还是什么 总之星期五出 有新的一期 接着打开 不知道看到哪里 有一个 那里 那里 又复活 接着一说 就由八二年开始讲戏 八几年开始讲戏 又八几年开始讲戏 又八几年开始讲戏 到现在 那我就觉得 譬如 我又看到 阿斌强有个Facebook 阿斌强的Facebook 他每期输 他都会去贴新一期的预告 就是下期预告 今期有什么 今期有什么 黄小虎 怎样大战天下无敌 有什么神功又 又怎样大战天下 今期就紧张 例牌上是写这些东西 一旦留下的留言 全都想过 每个礼拜下 每个礼拜都不断断断断断 但是这个 不知道是否 龙虎门被人断断得最多的时间 因为为什么呢 他做得很久 因为李高做主片的时候 没有Facebook 你就不断断断断 你就不想知道以前的李高 或者是李高之前的 ちゃん gird allen 可能 我都有些也说不出 那时候人都有人 seller 不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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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也有一段時期應該有很多人吵 不過那時候沒有網絡 現在有網絡 現在有天吵夜吵 現在那些港曼局主要 有幾個港曼的Facebook組群 主要就是吵龍虎門 那時候是不是有叫什麼海虎網? 還是叫什麼? 也是 一群人在裡面吵一些港曼的 是不是叫海虎網? 我忘記了,很久之前 好像是 應該沒有了,是不是? 沒有了 我想我知道你說過的 那個應該好像沒有了 很厲害的,下語書也差不多吵 是,那個網絡經常吵阿肥梁打哥爾夫球 每個都吵你 所以叫海虎網,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初頭是吵肥梁的 吵阿肥梁說他什麼高球武神 別人打哥爾夫球有什麼關係 因為別人寫書不打得哥爾夫球 不是,他只顧著打哥爾夫球 然後影響這個 其實兩件事沒有關係 他影響這個就沒有關係 打哥爾夫球 不是,我在說龍虎門 龍虎門現在真的陷入一個罪人 我不知道他的銷量有多少 但是應該都是一些不上不下的情況 但是又經常被人吵 經常被人吵 就在這個時間 就在這個時間點 江湖傳聞 就說會找回王先生做 好像是呀 我有時候八卦看Facebook 也看到好像是 說王先生又會拿回來做 然後說 什麼跟文全的關係有什麼破兵嗎 那些讀者這樣說 不是,現在是傳的 是傳的 即是十劃也沒有一撇 但是呢 龍虎門現在搞到這樣 搞到這樣 首先廣漫的市場就是這樣 龍虎門又搞到這樣 而為什麼會這樣傳呢 我覺得也是因為王先生那本《英雄十八》 已經結束了 好像今年年還沒結束 應該還有一段時間 他結束了就沒有書了 還是他還沒有書呢 他早幾個星期就在專欄上寫 就說《英雄十八》到尾聲了 下一本書寫什麼好呢 然後跟讀者在那裡談 他就應該要寫一本書的 互動互動 問問有什麼好寫呢 是呀 偶佬給的意見 亦因為這樣就在猜測 不知道怎樣很多東西在猜測 第一就是龍虎門搞到很不願意 然後王先生又不知為什麼會停了《英雄十八》 其實停的應該只有這個理由 就是賣不開了 即是說這個銷量可能要變 然後就 但是因為他有賣給大陸網 它有在大陸的網站連載 為什麼會停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要換新IP再收稿費 還是要重新棄標 總之黃先生的書就會做到年尾 而所謂年尾其實是說兩個月 做多六七期 做多六七期就完了 現在傳聞說會接收龍虎門 這就問牛佬怎麼看 牛佬有資格說 就是牛佬有資格說 牛佬寫過龍虎門 好問題 牛佬最有資格 牛佬你覺得黃先生拿回龍虎門有嗎? 好看 有什麼可以搞的? 有 黃月朗寫過後我覺得會有些味道 有些龍虎門的味道 我猜是龍虎門和小流民之間 有些踏實 沒有太追求天下無敵 但是如果 雖然我知道牛佬你沒有看 但是你也想像到的了 現在已經交給 都幾年了 不是玉皇朝做龍虎門 是不是四年 四五年 這麼短 他又沒有做阿德那邊寫 然後就轉了阿賓強兩轉 是嗎? 是啊兩轉 應該有四年 我想有頭尾有的 有四年 這四年 黃先生不碰手的時候 那些人物已經有飛聲 又神仙 一定是這樣的 雖然你沒有看 但是你想像到 一定是原神出竅 那你現在 忽然之間 接到黃先生 那你接到黃先生 如何接到你 之前那些人 又飛聲 又是原神出竅 又是超能力 你不懂現在 一轉去黃先生 忽然之間 大力 分筋錯骨爪嗎? 原神歸位 原本那些人在原神出竅 飛天 沒有理由 黃先生 那些什麼 琴拿手 怎麼寫的 如果你現在 在玉皇朝 然後 他跟你說 哇 你接手搞搞他 怎麼搞 我覺得不難的 首先要知道 你說一下 你分享一下 我覺得而已 雖然我沒有看 沒有看龍虎門 譬如讓我們寫慣告 如果面對這種情況 即時要先轉換環境 先看看黃小虎 這幫人究竟是否在韓國 還是日本 我不知道他們 不知道他們在哪裏 在哪裏 也好 先離開那塊地方 譬如他們在香港 我們便去日本 變成重新 變成一幫人 這樣便會比較容易寫 這是必須的 但是如果你說 跟著他那條線寫的話 就 即是他們外面 我支持他們外面 寫的好手法 他們很喜歡 將那個武功 他們沒有極限 他們經常向上衝 衝 衝的話 全部都打爆星球 什麼停頓時空 什麼完神衰竅 你一到那些位置 其實大家都寫不了稿 但是他們外面很興奮 現在他們已經去到了 他已經去到了 叫你接手了 那你怎麼辦 全部都打死他 然後盡快回來 盡快移來那個陣地 先核爆 對 總之一定要先結束這件事 一定整個核爆 如果你接著他寫的話 真的很吃力 但是你結束後 譬如我當他在韓國 突然轉來香港 那你寫回一兩集 香港的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景色 等等 人家會覺得 立即踏實了一點 遇到那兩個高手 那兩個高手 即是拉低他的武藉 這些王先生就 熟手 即是王先生 控制那個武藉 我覺得控制得不錯 歷來都不錯 他不是說全部都是天下無敵 如果記憶所及 他寫的時候 即是他下場的時候 他很有限度 然後才會覺得厲害 但如果無限的話 就麻煩一點 但是已經認識了九陽神功 你回去怎樣降低呢 他也是認識九陽神功 也是九陽神功 也就是九陽神功 就是九陽神功 但是他早幾期已經寫了 就是這樣 寫了什麼 譬如我舉例 你接手之前 你接手之前 剛剛說王小虎 一腳踢走了獅子山 我 他上一期就是這樣 他上一期說 何龍十八腿 第七十八色 他十八腿 十八腿就只有十八色 他老婆是七十八色 他會這樣 他會這樣 不是 他是會這樣 港脈是這樣 那時候林王先生接手之前 林王先生接手之前 黑鬼德都不知道 黑鬼德才不知道 寫到金鐘罩第四十關 還是什麼 越來越多關 現在呢 現在呢 現在又不 我舉例 我舉例 一腳踢掉獅子山 那個獅子頭 踢掉獅子山 這次是抗獅子山 一腳踢獅子山 踢掉獅子頭 那獅子山沒有掉頭 踢掉獅子山的頭 上一期就是這樣 那你下期怎麼寫呢 我會這樣 刺髮我的頭 發夢 刺髮 那也是什麼 如果黃玉樂 如果是自己親自下班牆 他都會堅強按下 沒有辦法 他會不理 譬如讓我們做 我們也不理 不理之前 也會怎樣 總之盡快先收掉他的尾 然後再打開獅子 然後再慢慢 拉回 武職 合理一點 如果他太誇張 就 不知道現在那些 可能讀者 也不一定 喜歡看也不一定 但不敢說 但如果我們寫了這麼多年 就算你叫我寫回龍虎門 也好 我都會拉回他 你怎樣也要拉回他 就是 厚顏無恥 之前那些我們都當 忘記了 你沒有辦法 因為 一腳踢走獅子山的頭 你不能寫 那你動一下 就在烏封銀行 在中銀行打 跟著怎樣 跟著你怎樣 那些警察不理 那你已經大了 你哪裏寫到故事 可能我們寫一下 我們會有這個想法 但王朗也會有他那個 他也是沒有這麼誇張的 雖然也是誇張的 他寫打書 就是 九陽神功 那些 分甲創歌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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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邪神戴著面具 周圍走 我們都覺得誇張的 這個年代 就是我們都覺得 你真的 拿一部電腦出來 拿手機 戴著保安邪神面具 玩電腦 保安邪神戴著面具 變誇張 百年聖上穿古裝 這就曹操穿規甲 那些 王朗也會做這些 但是 我覺得他不會踢爛獅子山的頭 就是獅子山的頭 因為他們覺得很厲害 他們覺得 像你說的去量度的時候 嘩 一腳踢爛獅子山的頭 可能讀者喜歡 也應該是的 不喜歡 不會給他這些條件 所以他們現在做得寫 我們沒有寫 我們沒有踢獅子山的壇 你打叫銀行 你打叫銀行 還踢爛獅子山的頭 差多遠 你看看 打叫銀行 我想問 我想問 假設不用接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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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現在就是拿著龍虎門的名字 現在就是 假設文化傳訊拿回來 不要理會是怎樣 也好 譬如舉例 譬如 譬如 忽然之間 真是神推鬼胸 把版權給黃先生 然後黃先生左膽右膽 嘩 你什麼 阿牛 你天天在做網台 好像有空 一定聯絡你 如果黃先生接不接受 像 假設是這樣的 假設是這樣的 假設 黃先生說 我不有空 現在是我的臭仔 阿牛 阿牛 你搞 如果他叫你搞 如果他叫你搞 你 不用理會那些前文猴 你 現在叫做 拿著龍虎門三個字 牛師傅你搞 你會怎樣搞 你在哪裡 你會怎樣搞 那本書 那一定是什麼 直覺上 一定是先回到香港 接著 就應該即時找回 黃瑞郎 以前 他最後寫的那些 即是真的他建的那些 那 應該是 火焰邪神真面目 火焰邪神 將 浴兒在直升機上 扔下去 那一段時間 來看回他 捉回他的味道 如果他給我 我一定會這樣做 即是 真的要爬那些 還到的龍虎門 你也很熟 你也說得出來 我 只是看到這裡 很久了 那你也很熟悉 但我之前那些 都跳得很厲害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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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到 你講到那裡 已經是 出了 出了白文教 總之 1980多年 是的 那段時間 就是 黃先生寫龍虎門的高峰 接著就給了 萬有 是的 我就會找回那段高峰 即是 如果讓我這樣做 我一定要找回 黃瑞郎 那個 最巔峰的神髓出來 七除八九 還有那些功夫層次 都是跟回那個功夫層次 最多是 因應時代 誇張一點 但是就一定 黎彼得問 有沒有陳奧雲 如果牛佬說那段 就沒有陳奧雲 不會有陳奧雲 好像未有 就算有 都不是 不是變成反派 即是未有這麼大的反派 初初陳奧雲好像不是這麼大的反派 沒有 初初是奸仔 是的 沒有很多奸仔 一開始不是奸仔 一開始 最開始就是 官製挖挖 但是很快 原本就算是奸仔 出了幾期之後就是奸仔 但是那些 不是大反派 就是陰險 當然 如果你說 寫 綠肉棒 當然要誇張一點 比起他那時候的理解 但是一定是以黃浪天峰來做藍本 這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做讀者 我們覺得真的好看 是的 你說原來不是的 原來有另一些好看 那就不知道了 如果 那你就會 那你就會朝的方向 就是八十年代 做回一個八十年代的龍虎門 而略為誇張一點 就是因應這個時代誇張一點 但是藍本一定是用那個藍本 就是那個功夫的層次 一定是拿回那個功夫層次 好像比較穩陣 就好像可以說一下故事 不會說動一下 就是打破銀行 打破房子 打破地鐵 搞不定 不知道怎麼寫 你整個香港都破破了 都不知道還有哪裏打 不是 他打破了一個地鐵 他本身那個人都沒有什麼追求 沒有啦 沒有所謂 即是他不用跟你借 那你就就是破破了 你打破了一個地鐵 難道說你打破我的地鐵 還沒夠厲害 我要再打破另一些 即是很難想 我記得是站在一架飛機上面 是的 而你想不到那個感情位 你一想到那個感情位 就馬上很奇怪 即是一條怎麼搞 他地鐵都打破了 他又站在飛機 即是跟你說 都沒什麼所謂 他基本上都贏了 他都不用跟你分高一下 即是我們會這樣去寫 但是你說是不是 適合現在的讀者 就可能 都未必 嗯 我想問 雖然 都是看班底 如果叫你寫 那樣 都是看自己的組合 班底來做 有什麼人 哪個造型 都是畫公仔 但是如果可以讓你 假設牛腦 假設可以讓你去調整 所有畫公仔 就是再重新定一個組合 是啊 做一會兒 不是重新定一個組合 而是公仔 因為 包括牛腦你自己以前畫的畫 和那個年代的龍虎門 那時候的廣漫的畫 和現在後來的廣漫的畫 其實是相差很遠的 其實就是因為80年代 中受中華英雄影響 大家就全部走向了很精密 寫實 但其實原本的廣漫不是這樣 它本身其實是 雖然都是叫大人樣 但其實它比較漫畫 如果你重新去 假設你可以百分之一百控制到 你會覺得 因為你說的那個年代 黃玉郎那個年代的龍虎門 其實那些公仔 是沒有後來那些那麼寫實 那麼大 卡通的 如果讓你選公仔 你會選什麼畫風 你會選後來那些寫實型的公仔 還是一些卡通的 初期的那些公仔去做 我也是會因應那個 因為如果你要做以前的畫風 似乎你找人都很艱難 都要面對現實 我們不要理會 假設你控制 我們這個世界有AI 你現在電腦搞就搞到出來 或者 我經常都在想一件事 如果當時黃玉郎的畫 繼續發展下去 那個靚 它會越來越靚 無論全部東西都會越來越 就繼續向那個美感去發展 但後來就全部被馬榮成影響了 如果沒有被馬榮成影響 那些公仔會怎麼發展 它未必會變成現在的樣子 那真的不知道 如果沒有馬榮成的公仔影響 發展成怎樣 真的不知道 或者 或者達興的意思 你會怎樣要求呢 如果真的到你手上 如果在我手上 我也是跟回現在的市面的要求 最多都是精細一點 但我一定會要求他們的衣服 會在街上看到 人們是穿得出街的 現在他們的龍虎們是甚麼 以我所知 也不是龍虎們 那些大樹 那些人的衣服是不能穿的 他們全都是穿規格的 那我這個位置 我就接受不了 就是 又是那種 你穿規格 你又是做不到文氣 即是怎樣 人家拿錢 你穿規格 按錢 即是你 裝獨 裝獨 最多是規格 甚麼都可以 那你一次規格 你加上規格 有角 那你裝獨 怕被人拘捕 好像很奇怪 哈哈 你甚麼都不怕 你就拘捕 你夠膽就來 你監獄 就找不到 找不到你有角 那些角 哈哈 那些龍 就找不到他 即是我一定會 先收拾衣服 衣服 可以誇張 但是 即是有限度 哈哈 哈哈 反而樣子還是其次 你問他 造型 造型 更重要 造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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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要太過 太過科幻 哈哈 他真的走得很科幻 所以我們就 不是 那些就是後來 這些就是後來被肥糧影響了 哈哈 這些其實是肥糧的影響 初頭不是這樣的 後來是肥糧 因為肥糧根本就是當星球大戰 那些 肥糧也沒有那麼多規格 我覺得 肥糧有那麼多規格 我覺得他們 發洋綱大一點 好像是 肥糧也 是不是 好像 不知道 他們的規格很怪 你要要求 你開始想想 廣先生找你 哈哈 我想問 港曼是從何時開始 那些人 港曼是從何時開始 那些人 生氣著披草 那些人 應該學你 即是學一個話題 還有學 那些人生氣披草 不知道是怎樣的概念 又不論是衣服 又不論是性 那些人生氣披草 又不論是穿衣服 你也分不論是動靈二條 裡面沒有衣服 然後加護心鏡在中間 那些人生氣披草 哈哈哈哈 是從何時開始 那些人物 那些人物 那些造型 你說生氣披草 那些人物是古裝 我看古裝 沒有見過有人生氣披草 他現代的 但他身邊那些 那些韓國 流羅那些是穿衣服的 為什麼嚇唬他們那些小朋友 為什麼全部有另外的東西 給我買的 是從哪些角色 他就開始生氣披草 然後每個人都生氣披草 可能是八年教的 那些龍虎門來計 披草就很久都生氣了 是很久 即是打輸了很久都生氣了 即是賢國也有的 是嗎 賢國我還以為是受其他人的影響 賢國有時候 賢國對那個時代感 他不太理會 有時候賢國會這樣 寫一寫一下 講了李小熊 講了往事 然後他忘記了 就從往事去的 寫一寫一下 就變成了整本李小熊 整個古裝 古裝的 真是做大戲的那些古裝 我記得了 那個經常有的 他忘記了是進入了往事那裡 是呀 他不知道 我記得了 我記得了 我就不敢提 你那些銷路也不可以 我不會說 是 他要勾身也會問 是嗎 哪有這樣問 還是照勾 照勾的 不敢理會 那時原哥又年輕 原哥又變成熊 原哥就拿主意 是呀 你也看到是喜古裝 喜古裝 他會這樣,阿里斯汶入了一段往事,那段往事有個主角叫做論語國,阿倫哥可能是清朝的人 下次出回到論語國,阿倫哥又是穿清朝的衣服的,他拿了一個古代的人出來 然後又在廟宇裡發生了劇情 龍虎門也是一樣,他一跌到山崖就立即變古裝,跌完工想回來坐車 不是,龍虎門最初不是這樣的,我要解釋龍虎門為何最初有古裝 龍虎門有古裝是由百年教開始的 而百年教是有解釋的,為何那些人會穿古裝 因為那些人是發皇帝夢,由清朝的時候被人從中國趕了出來 去韓國那裏,他們就在深山那裏,繼續自稱是皇帝 所以他們是故意說一件怪的東西 但出街上又不能換衣服,後來搞假就裝了古裝 就亂交了大陸 習慣了 好看好看 以後有解釋 出到現在好看 也是 披風真是一個謎 我看古裝片又不見那麼多人穿披風 而且所有人的手都會穿古裝的手甲 那些是甚麼呢 那些是甚麼呢 那些是一粒粒豬那些 這個有一個鐵豬 胡碗 胡碗 公菇的電影 為何要戴胡碗呢 打網球還是什麼呢 擋一些刀 他在古時是這樣用的 古時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戴 我也不知道 是張徹 張徹發明的嗎 應該不是 張徹是 張徹很喜歡那些主角 戴著護手就不穿衣服 張徹那些衣服 但他穿古裝嘛 但他應該穿時裝 穿了這些衣服 做自貿的 合作 一起穿 多課金 如果旺朗自己寫的 我覺得他也會偏向 應該神化一點 他是偏向的 他是會穿那些衣服 我覺得也是 他也不太介意 如果他介意的話 他不會一直都這樣 是啊,就算他現在都會要求,不要穿這些衣服 黃先生是想法的 還有另一本書很可笑 另一本書就是《中華英雄》 中華英雄也是很可笑的 中華英雄呢? 沒有啊 我說以前的,馬榮成 中華英雄最初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民國的 他其實是在鳳溪村走出來 青溪村 青溪村 就是殺了人 殺了人就出走 然後就賣豬仔去美國 是啊 去到美國就像唐人街一樣 已經很多年了 在唐人街打完毛迪之後 華英雄炸死了回中國 是啊 回中國你有沒有留意過 中國變成了明朝 是啊 火鳥島那些 火鳥島那些 無論是清朝明朝那些人 哈哈 好看 他走的時候 他在時光倒流 走的時候是民國的那些人 回去變成了明朝 那些人又沒有介意 因為那些人又畫得漂亮 那些人又畫得漂亮 最重要是畫得漂亮 真的 他走的時候 有人穿西裝 穿中山裝 再回去 那些人又變成了 那些人又開始被封了 火鳥島那些人就是 火鳥島那些人就是穿古裝 火鳥島那些人 哈哈哈哈 你有看的 我有看的 那些我有看的 一直都有看的 哈哈 時光倒流 說時光倒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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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給課金 人人有課金 大哥 大家先給課金 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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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節到這裡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繼續 好